沙姆大叔没钱了 美国政府被债务上限缠住 它的破产风险有多大 2023年1月19号 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达到 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财政部无法继续发债 政府开支和公共开支 都进入紧急状态 非紧急开支都需要根据轻重缓急 而被推后 但是美国的债势股市 好像没当回事 该省的噪声 所谓债务上限 就是政府的举债总额 触碰到国会预先设定的最高额度 那么政府不能再借债了 究竟这个债务上限是多大的问题呢 自从1960年 美国总共触碰到债务上限78次 从频率上讲 平均每一年都会有超过一次这种尴尬 看来不是大事 一般来说就是国会有一番辩论 然后议员投票通过新的发债指标 那么政府和经济回到正常运作 但是也有例外 主要发生在民主党人担任总统 而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中 起码一个月 那么民主党在传统上比较愿意通过 逆周期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但是共和党人对于均衡财政更执着 他们为了逼迫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呢 不惜让政府停摆 共和党以拒绝提高债务上限为杠杆 迫使行政当局减少财政赤字 那么在谁先眨眼的游戏中 过去曾经造成过政府停摆 社保支票开不出来 甚至债务违约 国会党争导致债务上限无法调整 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2001年 2008年民主党在大选中 同时拿下了白宫和参众两院 但是到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 输掉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那么共和党中的右翼极端势力 发动了查党运动 以抗争取代妥协 坚持在债务上限上不做让步 导致奥巴马政府停败 财政部无法按时支付 到期的利息和本金 那么标普下调了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市场在一开始 没太把债务上限当回事 但是当政府关门 债务违约出现后 金融资产价格出现了大震荡 其实美国政府是不会破产的 美元是硬通货 只要大家还愿意接受 美国联储就可以无限量发行美元的 尤其是联储开启量化宽松政策后 财政部发多少债 美联储就可以买多少债 所以理论上讲 沙姆大叔永远有美元来偿还债务 但是过度发行货币 势必带来通货膨胀 物价上升在微观层面上 导致生活成本上升 民意沸腾 从宏观层面上则催生金融不稳定 迫使央行加息 民意成为制约 政府无限财政扩张的最主要的限制条件 这就带出了国会对政府的不合作 美国联储在过去12年中 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12倍 催生出40年来未曾见到过的通货膨胀 为这次国会与白宫的角力提供了大舞台 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仅仅可以涵盖开支的80% 不举债是不行的 拜登政府上任后 所产生出的财政赤字 相当于美国之前100年财政赤字总和的80% 当然引起共和党的严重不满 也引起个别民主党温和派议员的不合作 美国有1亿8千万纳税人 31.4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意味着每一位纳税人需要承担18万美元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为这场看谁先眨眼的游戏 带来了新的看点 麦卡锡在共和党议员中的支持度并不高 要经过15轮选举才勉强得到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置 为了赢得党内右翼势力的支持 他直言政府必须大幅调整开支预算 才有机会得到新的债务上限授权 至于债券一级市场 受到联储大幅加息的影响 债势流动性萎缩 也为发债增加了难度 这场角力可能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甚至超过最后一分钟 美国政府无法按时支付利息 归还本金是很有可能的 财政部长伊恩伦说 通过削减开支 政府大概可以坚持到6月中 我估计可能坚持到7月初 年终应该是债务上限的一个大限 我估计可能会坚持到7月中 感谢最后一分钟